現在去海邊採回來的那個 生的 生的紫菜 就是在鹽紙上面採回來的生紫菜 我們現在要做的是 紫 涼拌紫菜 那一般紫菜都拿去當 就是弄那個紫菜湯啊 然後煎紫菜 紫菜蛋啊 我上次有煎過紫菜蛋 那我們這次要做不一樣的 那這是海邊採回來 所以我們要先洗 那你沒有用之前就是這樣 直接放在冰箱裡頭 或者是曬乾都可以 那要吃的時候才拿來洗 我們現在要先洗這個紫菜 我們幫它洗乾淨 現在可以生菜 我們把紫菜洗乾淨 因為它裡面是 我們是從鹽紫上面拔回來的 所以裡面可能會有 那個小海螺啊 然後那種小的 小的蝦子 很小很小的蝦子 我們把它都洗掉 把它挑出來 然後現在我們要洗乾淨之後 我們要把它燙熱水 好 就要燙熱水 我們先煮好一個熱水 這是剛剛煮好的熱水 這是剛剛煮好的熱水 我們要先把它燙過 它還是放到上面 你看它燙的時候顏色就會變齁 大家看到它都變成綠色的了 然後在燙的時候就會有海的味道會跑出來 它就在燙熱 把它燙過 你看到它都熟了 變成那個綠色的 然後這就是那個小蝦子 把它挑掉 這邊有小蝦子 好 然後我們剛剛 有看到這邊有準備了那個蔥 然後還有櫻花蝦 我們等一下要把這個炒一炒 然後這個 那個 辣椒跟蒜頭 我們要切末要加在一起 然後做涼拌 然後這樣就可以了我們把它水倒掉 好 水倒掉之後因為它很燙 我們要做涼拌 所以你可以用乾淨的水 我們用淨水器的水 那如果你沒有淨水器的水 你可以用 用 礦鹹水 淨水器的水幫它把它降溫 好了這樣就行了 然後把它放在一邊 我們要把它濾乾 我們要摸到一隻小蝦子 淨水 好 我們放在這邊濾乾 好 OK 我們要來炒這個 可以 我們現在已經夠熱了 我們加點油進來 因為火不用那麼大 因為火不用那麼大 我們要把這個蔥 蔥放下去 然後還有櫻花蝦放下去 然後還有櫻花蝦放下去 把蒜頭跟那個辣椒切末之後 我們要加進去這裡面 然後剛剛我們已經有做好的這一份 等一下 要加一點醬油 然後 因為紫菜它本身就有鹹了 所以不用加太多 一點點就好了 好 我們要把剛剛做好的這個 炒好的這個 加進來 那已經關了 嗯 好 那這就是我們的涼拌 紫菜 紫菜 等一下再裝盤喔 OK 來 裝盤 感謝您的觀賞 喜歡我的視頻 請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一次再見喔